14日晚间6点多 海巡署第十巡防区指挥部 接获民众报案 表示成功于港外海 有一位陈姓民众华SUP立奖 疑似因为风浪过大 而且体力不济 没有办法自行返回案记 新港案件所接获通报之后 立即派遣救生艇 到现场来救援 成功把这个男子给救援上庭 海巡人员正在将男子拉上救生艇 并准备将他送返回案上 13日晚间6点15分时 海巡署第十巡防区的指挥部 接获118服务系统的通报 表示有一名男子划承SUP立奖 但仪式风浪过大 导致男子无法自行返回陆地 海巡人员获报后 立即派遣救生艇出勤 并协助男子返回陆地 在成功于港外 有一名民众从事SUP活动 因体力不支 请求本署协助 本队获报后 立即指派新港案件所 派出橡皮艇前往私救 新港案件所同仁 在成功于港外 约150公尺处 发现该民众 无明显怪伤 且意识清楚 因此使用橡皮艇 将该民众接驳进港 本队在此特别呼吁 民众从事水域游戏活动 需做好 个人安全防务措施 及现场环境评估 以确保自身安全 据了解 这名男子是从机会于港出发 但在访航时 却不赦民事方向 一路滑到了成功于港的附近 索性遇到海巡人员的 及时救援 最终顺利返回陆地 而该民民众意识清楚 且无明显外伤 陆续以自行返家 结束了这场虚经济 记者陈继琳 成功正报导 结束收拾